服務不停歇 無縫接軌持續服務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接獲民眾陳情 基隆核七堵斷核堤步道 橋樑等部分路段 有破損或是漲青胎的情況 影響民眾安全 他一直說賣純雞罐 不會啦 是顆粒的 因此就算選舉剛結束 高票當選六連任市議員的張耿輝 依舊沒有停下腳步休息 立刻邀請市政府公務處河川水利科長 一起辦理會堪 儘快改善 尤其我們基隆市的天候 東北基隆牆也比較潮濕 經常下雨 在這邊很多這個食指上長滿了青胎 容易在一些長者來這邊運動的時候 時常有運動被跌倒摔倒的現象出現 同時在整個這個我們看食指上的一些 整個有裂縫的 有裂痕的 我是希望今天找我們市政府公務處 今天剛好星期一上班 也非常積極的 馬上到現場來看 我覺得這個效力也很快 非常快 個人非常敬佩 尤其我同時也建議說 我們在我們靜德橋上的 很多的展目也腐蝕掉了 希望還有沿途的那個把手的服務 有斷裂的 有裂痕的 我也希望一併能夠處理 希望能夠趕快迅速的 這些小事情能夠迅速的 能夠把它處理 讓我們市民覺得觀感比較不一樣 尤其再次的強調 因為我們基隆市的天候 不一樣 時常下雨 尤其東北基隆比較強 這些食指都是沒有經常保養的話 容易長青胎 那運動的容易發生危險 跌倒的現象 也層次不窮 由於七堵斷河堤步道 早已經成為民眾休閒散步運動 騎車的好地點 因此張耿惠希望這些問題 儘快處理 維護民眾的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